死海让人们向往的不仅仅是因为绝美的风光 更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一扇通往遥远过去的神秘之门 但是死海水面每年都在下降 而且下降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专家预测2050年将会干涸 死海真的要成为死海了吗 大家好 带您走进未知领域探索未知之谜 欢迎来到GaryTalk 我是Gary 近代死海水位急剧下降 面临孤节的危险 以色列的湖泊地址研究学院专家 通过设置在海中心的浮标监察死海水位 发现自1927年首次监测以来 死海水位在一直下降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 死海水位下降的速度开始加快 平均每年下降约一米 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 已大幅下降了40米之多 据专家估计在今后的20年里 死海的水位还将继续下降18米 有专家研究后就预测了 死海将于2050年以前干涸 那从1960年代以来 以色列和约旦政府 引约旦河水供农业和工业使用 抽取死海海水提炼磷酸盐 死海面积迄今已经缩小了三分之一 海水的减少导致地下盐层被淡水溶解而形成坑洞 所以在死海岸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线坑 地质学家雷茨又指出 随着死海日渐缩小 死海附近的小池塘里 许多靠地下泉水为生的原生鱼种 两栖动物和罗类总有一天也会跟着消失 为了避免死海成为真正的死海 约旦政府也在马不停蹄地寻找各种解决方案 在2013年2月 约旦和以色列政府历史十多年的谈判 在美国与世界银行代表的见证下签署了一项协议 将建立水到引红海的海水到死海 解决区域缺水的这个问题 大自然是公平的 如果人类能够善待它 它就会给人类带来福报 如果人类无节制地破坏它 人类将得到惩罚 关于死海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 公元70年 古罗马的军队包围了耶路撒冷城 有个叫迪杜的元帅 为了惩罚那些反抗他的人 命令部下将奴隶们投进死海 奇怪的是 这几个奴隶就是不往下沉 嫡妒几次命令把奴隶们抛进死海里 结果他们还是飘了上来 嫡妒以为是神灵在忽悠他们 终于将他们赦免了 这样的传说仅仅是巧合吗 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死海呢 是不是神真的眷顾这里呢 还留下了最为珍贵的东西在这里 只是人肉眼凡胎看不到而已 1947年在荒芜的死海西北岸 牧童阿米德在寻找走失的羔羊 他看到他的羊攀爬到 库姆兰干河河道边高高的山崖上 然后就不见了 牧童一路攀爬到山崖上 在羊消失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山洞 他想那只羊一定是钻到山洞里去了 于是他捡起一块石头就扔进去探查 希望那只羊受到惊吓以后 可以跑出来 可是羊没出来就传来了一声闷响 好像是桃罐被砸碎了的声音 小木童一个人不敢进去 于是他就去山下下把他的小伙伴都叫来了 一起去探查个究竟 他们走进洞里 发现了几个半米高的破桃罐 他们正在打算离开的时候 不经意间看到这几个桃罐里面好像装着东西 会不会是金币呢 仔细翻看呢 发现是几张破旧的羊皮券 一扇通往遥远过去的神秘之门 就这样被打开了 牧童把七张羊皮券带回了家 交给他的父亲 看能不能在集市上卖掉 于是他的父亲就拿着几张破旧的羊皮 去找鞋匠看能否卖些钱 鞋匠发现羊皮上写满了西布莱字 断定这东西应该是很值钱 因此这个鞋匠决定全部买下 其中三张羊皮被伯利恒的文物贩子 伊普拉辛伊吉哈收购 因为担心是从犹太教堂偷来的金券 没敢直接出售 加价转卖给别的文物贩子 西布莱大学的考古教授苏尼克 知道了这个消息 几经周折将其收购 他辨认羊皮上写的是旧约圣经文本 然后欣喜若狂 另外四张羊皮1949年 辗转落入了耶路撒冷东正教圣马和修道院主教塞料尔的手中 苏肯尼克教授想买下它 但是对方要价太高没谈成 1954年6月1日 塞料尔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登广告 都受这四张羊皮经卷 苏肯尼克教授的儿子雅丁 刚从军队重要的职位卸任 他受父亲的影响也酷爱考古 于是就利用人脉关系 在纽约犹太慈善家 格茨曼的资助下 以25万美元的价格 买下了这四张羊皮经卷 福泽俩终于完整的获得了七张古卷 这一消息被约旦官员得知后 多方打听要找到发现古卷的地方 他们找到了那个木桐所在的部落 但他们守口如瓶 在几经调查直到1949年才确定了地点 这个发财机遇引发寻宝热潮 人们纷纷前来淘金 约旦聘请法国著名天主教牧师 考古学家沃克斯组织考古队 1950年到1956年 在库姆兰山崖搜寻到11个藏经洞 有4万多件残片 最早发现古经卷的那个山洞 又发现了70多张残片 这些被统称为死海古卷 那死海古卷的问世 震动了西方宗教界与历史学界 被称为文艺复兴以来 最重大的考古成果 弥补了历史史料重要的遗缺 甚至由此产生库姆兰学的新考古学分支 这些古卷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 大部分已经难以辨认 在考古学家们的不断努力下 有800多卷被成功复原 那考古学家们甚至动用 美国航空航天局 哈勃望远镜的成像技术 运用最初的天文望远镜开发的 多普线成像技术和精致的过滤镜 发现了隐含在一些退化的古卷碎片中 过去未曾看见的文字 希望会帮助揭开更多的死海古卷之谜 那死海古卷中将近200卷为旧约经文 还有大量的预言书 包括世界末日惊心动魄的神魔大战 神如何毁灭邪恶势力 以及发生在九重天的天使战争 弥赛亚再来时的新天新地等 那另外一些则是关于建筑音乐书评 律法书甚至藏宝图等 极具文献价值的古卷 死海古卷是现今发现的 最古老的一组旧约手稿 可追溯到西元前100至200年 在此之前 人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旧约手抄本 是用希伯来文在西元十世纪左右 写成的马索拉译本 而死海古卷比马索拉手抄本 足足早了1000多年 死海古卷包含了圣经旧约 除了以撕帖之外 所有的经卷均抄写于 耶稣之前的170年 到耶稣之前的58年 没有一卷写在耶稣之后 证明圣经旧约所记载的 都是真实的 那旧约里面的预言 确实合乎历史 死海古卷中的以赛亚书 几乎完好无损 以西元900年以后的 近代马索拉文本的 各种手抄稿版本 几乎完全相同 对圣经经文的可信度 提供了令人惊叹的证据 也证明了今天旧约里的 弥赛亚预言 是和耶稣来到人世之前 旧有的弥赛亚预言是一致的 此外旧约与新约中 屡次提到的 关于末日预言与天使战争 在死海古卷 非圣经经文的那部分文书中 有许多非常具体的描写 如光之子与暗之子的大战中 描绘在天使战争之后 数量巨大的天使堕入人间 而且各个都有名字 与其执掌的圣职 神确实曾在世上布道救人 那么圣经中预言的 末世神魔大战 是否此时正在上演呢 那些因天使之战 落入凡间的天使 也许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只是有多少人 还记得天国的模样呢 又有多少人已经觉醒 开始寻找回家的路呢 前面我们发现了 有关弥赛亚预言的记录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 有关弥赛亚的预言 圣经里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 都预言了救世主弥赛亚 在人类最后的时刻将要降临 在他们的宗教传说中 救世主弥赛亚来到人间之前 其中一个征兆就是以色列复国 并且以色列复国后的那一代人 就可以看到救世主弥赛亚 并且以色列复国后的那一代人 就可以看到救世主弥赛亚 二战结束 以色列人经过几千年的流浪 在世界的瞩目下真的复国了 1948年5月13日 耶路撒冷发表犹太大会宣言 宣布以色列复国 虽然西方主流社会是基督教 天主教等宗教 而以色列是犹太教 但要控制耶路撒冷 即这个神回来的条件之一 向来是那么的重要 而半个世纪以来 西方主流社会一直坚定的支持以色列 在这一点上 完全抛弃了历史上的宗教战争 圣经约翰福音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圣经还说 救世主降世救人时 他的光要瞬间照亮世界 如闪电从天这边一闪 直到天那边 可是世人却不认为他是救世主 并且他要先受许多苦 遭到不明真相世人的诋毁 在东方同样也记载了 未来佛弥勒 即转轮圣王下世的另一重大信号 佛经惠林音译 卷八载名 幽谈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 乃天花 为世间所无 若如来下生 金伦王出现世间 以大福德立故 敢得此花出现 那圣经启示录也记载 此后我观看 见有许多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我们的神 也归于羔羊 尽管要历经磨难 但来自各方各国各族的人 最后都将要归向神 佛经与圣经在这一点上描写 是完全一致的 不论是佛教基督教儒教 只要守住人性最后的善 就可能有缘看到神迹 真正遗憾的是 神真的来了 人却不相信他来了 好 感谢你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